国拼真正起家并达到垄断地位 确实从正手为主的战术体系做到的 特别是我们传统的纸板 静台快攻打法 像刘国良 秦志简 杨颖等等 包括早期的一些拼台老前辈都是反手推 正手打低纸板打法 前三板抢攻为国拼传家宝 静台速度遏制欧洲力量和旋转 国际拼棉为此改规则乒乓球大体上来说 还算是一个技巧性的运动 它的整个技术也包括静台 远台两个部分 恰恰就是这两部分 造成了欧亚打法的截然不同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前三板技术让国拼走上巅峰 小球时代 速度释放在第一位的 国拼早期球员已直板居多 台内小球技术比较细腻 静台快攻的速度比较快 速度一旦冲起来 让人高马大的欧洲人除了左扑右防之外 根本没办法站定了 发挥他们横板大刀打法的力量 旋转优势 直板进快攻的代表人物 就是现在国拼的掌门人刘国良 刘国良变化莫测的发球变化 已经让欧洲人够头疼的了 然而发球后他正手击打的速度 落点和长短变化 让欧洲人拉弧圈都对不上点 为了限制刘国良发球和速度 国际拼免也为此专门改了规则 既不允许再使用遮挡发球 乒乓球也由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 以至于到现在的40 大球 球体增大增重后 受到空气摩擦的阻力 速度明显下降 这也使得欧洲人能够跟上我们的快节奏 国际拼免改了规则之后 也让刘国良不得不在26岁的年龄选择退役 作为直板 反手本身就是弱项 因此我们靠直板打下来的天下 当然是以正手技术体系为主的 刘国良能够成为国拼男队的第一位大满贯 就是靠前三板抢攻这个传家宝拿下来的 然而 40 球速度下降之后 力量成为主导因素 球变慢了强强相持也增多 以正手为主的进攻体系也在转变 反手拳台凝成主流打法 张继科最快大满贯正得益于此 女子照样报宁不误 小球时代之所以没有出现 拳台反手凝这样技术 而以搓、摆、批为主要揭发方式 就是因为小球的旋转太转了 靠手弯的力量你是直接凝不起来的 40 球旋转减弱后 拳台反手凝已经成为大趋势 张继科为反手体系代表人物 女队也在推行报宁技术 张继科在谈到自己为何能拿到最快大满贯时 他说 可能那个时期我在揭发球上 还是占一定的优势吧 张继科的反手霸王宁确实霸道 宁出的弧线甚至都是蛇形弧线 宁的质量高 宁的力量大 且又有直斜线的分化 在揭发球上占据优势之后 张继科更容易成为主导进攻 甚至主导比赛的一方 当然 张继科拿到大满贯 不仅仅是靠一个反手宁 对于这项技术的运用 国际拼棉还为此专门撰文称 张继科改变了之前以正手为主的传统思维 现在的樊振东 梁静坤更是把全台报宁发扬光大 就连女子球员中的孙颖莎 王曼玉也都在揭发球上 也是照宁不误 技术改革会淘汰一批球员 比如丁宁在40 球时代 靠旋转打相持完全走不通 被伊藤打出11比0 当然新技术也会成就一批球员 比如孙颖莎拿到东京奥运单打资格 邓亚平在谈到当下拼弹的打法时 也谈到有两种代表 一种是马龙 孙颖莎以正手杀伤力为主的 另一种就是樊振东 王曼玉以反手报宁 报私为主的 要想达到超一流球员 光靠一个正手 一个反手还是不行的 正反手能力还是要均衡 高手过招 有一个破绽和漏洞 就会被死死抓住 孙颖莎大赛三连亚 就是他反手相持上怒不过陈梦 王曼玉